腰椎肩盘突出的人大多有这五个表现 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很多人只要出现腰痛 首先想到的就是腰椎肩盘突出 这与人们对腰椎肩盘突出的重视度高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腰痛并不一定意味着得了腰椎肩盘突出 每个人都会偶尔出现腰痛 可能并不需要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但如果腰痛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及工作 就需要及时就诊 接受正规的检查和治疗 切不可自行诊治 以免延误病情 那什么是腰椎肩盘突出症呢 一腰椎肩盘突出症是指腰椎肩盘蜕变 纤维环破裂 遂和组织突出压迫和刺激神经根 所引起的以腰痛为主的一组综合症 二腰肩盘突出症 是一种以腰 臀下肢痛为主要症状的常见的腰椎伤病 其症状表现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具体症状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腰痛大多数患者所具有的症状 常为首发症状 二坐骨神经痛 疼痛由下腰部向臀部 大腿后方小腿极足背部放射 三下肢麻木乏力 常出现下肢脚底脚趾的麻木 以小腿外侧多见 四马尾综合征 腰椎肩盘突出可压迫马尾神经 出现大小变功能障碍 严重者可出现大小变失控及双下肢瘫痪 五走路脖形是腰椎管狭窄的特异性表现 具体表现为患者行走时 随着距离增多出现腰背痛或患侧下肢放射痛或麻木加重 出现脖形 三腰椎肩盘突出的好发人群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与生活习惯 工作环境 体重 年龄 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 多见于中青年及老年人 有生育史的女性 办公室人群 重体力劳动者 体重过胖或过瘦者 腰椎先天发育不良者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腰椎肩盘突出症逐年上升 四腰椎肩盘突出症的原始病因 是椎肩盘的解剖结构发生改变 导致结构发生改变的原因 有内阴也有外阴 内阴主要是腰椎退行性病变 外阴包括外伤 老损 受寒受尸等 五腰椎肩盘突出症的预防方法 一保持良好坐姿 站姿 二避免长期弯腰负重动作 三睡硬板床 四注意休息 避免久坐久站 五注意保暖 防止腰部受凉 六适当锻炼增强腰背肌强度 七弯腰提取重物时 最好采用躯宽 躯膝下蹬方式 减少对腰椎肩盘的压力 六腰椎肩盘突出症的治疗方法 一保守治疗 一休息 适当休息 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 二药物治疗 食用止痛药 消炎药或肌肉松弛剂等 三物理治疗 热敷 牵引 按摩等 四 针灸治疗 针刺 爱酒 拔罐 刮痧 穴位注射 推拿等 五 康复治疗 加强核心肌群的锻炼 改善腰椎的稳定性 锻炼的方法应根据患者的病情而决定 幅度及次数应逐渐增加 以患者不疲劳 锻炼后身体无痛苦维度 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如治疗一周后 及急性水肿期已过 指导患者用掌揉法按揉腰部两侧肌肉 五到十分钟 然后做五点支撑锻炼 病人仰卧 将头和双肘以及双足 作为着力点的支撑 用力挺起胸腹 使其离开床面 呈拱桥状 早晚一次 每次十遍 非咽点水势 六 锻炼 病人俯 用腹部顶床 四肢和头部同时抬起并伸直 做背身运动 每次维持三到十秒后 将头部和四肢贴床休息 早晚一次 每次十遍 二 介入治疗 一 应膜外注射 注射类固醇药物 以减轻炎症和疼痛 二 神经组织 通过注射药物 阻断疼痛信号的传递 三 手术治疗 一 微创手术 如锥肩盘切除术 锥肩孔径手术等 二 传统手术 如腰椎融合术等 此外 在临床上 很多腰痛 及下肢放射性疼痛 与骨盆的错位 有很大的关联性 如骨盆错位 导致腰椎带长性紊乱 造成神经跟卡压 或者导致骨骨的错位 引起局部软组织张力增高 卡压 坐骨神经 抑或者 底从神经受压等症状的出现 临床中此类现象需要完善 核磁自己骨盆平片 完善诊断 腰椎肩盘突出是由于椎肩盘蜕变老化而引起的 原本多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腰椎肩盘突出患者的行列 究其原因是由于如今的年轻人大多生活习惯不良 运动量少 长期久坐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 使局部肌肉僵硬发生症状而引起的 如果出现以下五个症状 要小心腰椎肩盘突来了 一 腰部疼痛 临床上约95%以上的腰椎肩盘突出患者 均可出现腰痛的表现 这也是该疾病最容易被察觉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腰部的顿痛牵扯样疼痛 久站 久坐时疼痛加剧 平卧时症状减轻 此外患者还可能突发腰部静卵样剧痛 这通常是由于椎肩盘纤维破裂造成的 患者往往需要卧床休息 二 下肢放射性疼痛 轻症患者可出现腰部及腿部后侧的麻木刺痛感 重症患者的腰部至足部 可产生电击样疼痛 可影响患者正常的行走功能 三 肢体发冷 肌肉麻痹 腰椎肩盘突出的患者 由于椎管内交感神经纤维受到刺激 因此会出现肢体发冷的症状 这一症状的出现在患者中 占据了约5%到10%的比例 此外 由于病变压迫到神经 导致其失去对相应肌肉的支配功能 因此患者还会出现肌肉麻痹 无力的症状 四 马蕾神经症状 腰椎肩盘突出的患者 由于病变压迫到马尾神经 可引起马尾神经障碍 出现排尿 排便障碍 刺痛等症状 若是病情严重 有可能造成大小便失控 甚至出现下肢的不完全性瘫痪 五 下肢瘫痪 腰椎肩盘突出发生后 如果未及时治疗 由于病变长时间压迫到神经根 可导致患者行走发生障碍 甚至造成瘫痪 怀疑自己患上腰椎肩盘突出 要尽早到医院检查确诊 以免病情加重 那么腰椎肩盘突出应做哪些检查呢 一 X线平片检查 X线片可以体现腰椎间隙是否变窄 是否有椎体边缘增生等情况 它不能直接判断是否存在腰椎肩盘突出 应结合其他的检查方式进行确诊 二 CT检查 这是目前临床普通采用的一种检查方式 通过这项检查 可以轻触显示椎肩盘突出发生的部位 形态 大小 以及是否压迫到神经等 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 核磁共振检查 核磁共振检查对于诊断腰椎肩盘突出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可以全面的看到腰椎肩盘是否发生病变 还可以通过病变部位的横切位影像显示出病变的形态以及其与周围组织之间的关系 对于下一步的治疗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依据 腰椎肩盘突出严重时可造成瘫痪 因此 大家在平时如果经常出现腰痛 下肢疼痛 肢体发冷等症状时 应引起警惕 及时到医院检查 通过X线检查 CT检查等明确病情 如果确诊为腰椎肩盘突出 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 防止病情加重